今天的开始 我们给小龙老师 安排了一份快问快答挑战 适合今天穿搭的 自己开心呀 自己喜欢呀 然后实用性呢 然后 我觉得或者是设计性的话 那肯定啊 一开始一定会先是 吸引你的一定是设计 但是每次到最后的时候 要面对这个灵魂考的 这红款包 你有没有 你需不需要 它实不实用 好难 自己喜欢加实用性 都很重要 当然会 生活中快乐 我觉得更多来源于 比如说家人 然后还有自己工作 然后这些呢 其实都是可以给你 很多的幸福感和成就感 另外呢 我觉得还有一部分就是 和自己独处的那种 切野的时光也是幸福感 我还是比较喜欢极简峰 但是有的时候 生活中也需要一点点 小的趣味 啊 设计设计设计 嗯 最近有一些购物小分享 所以呢 今天就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最近喜欢的好物 还有呢 非常漂亮的包包 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最近都买一些什么 可爱的小东西了 还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品牌 像Josander Marmy 还有Sumam的一些包包 啊 这些都是我生活里面最喜欢 然后呢 也是我自己的风格 嗯 像Josander 给大家推荐一下 这双鞋子 只是它一个 非常的经典的款式 你看它做这个 十字交叉的绑带 其实会显得 整个设计来讲 非常的秀气 很有质感 像我平常搭长裙的时候 或者一些轻薄的 一个裤子长裤 我都很喜欢穿这双鞋子 我先 有像Sumam的包包 Sumam的这一款呢 是挂耳屋檐包 这款包包就是可以两用 是一个是长袋子呢 然后一个是短袋子 这个挂耳的屋檐包 然后它的灵感来源于中国 五代的一个建筑 就像屋檐顶的 这样的一个设计 其实我们看起来 就是蛮像那个屋檐顶的 然后是这样的一个 鞋的一个设计 皮肥也很好 它是这个头层油皮 所以呢 从硬品啊 还有到皮子的质感 其实是做得非常好的 别看它这个包包吧 也不是特别大 但是我觉得它的空间 也还是有的 我自己拎的时候 现在里边 平常我们也可以放一些 很多的一些东西 它内部的空间还是很好的 当我背上这个包的时候 首先我会觉得它还挺轻盈的 自动非常的轻 有线形的这样的一个设计 整个凸显它比较精致和小巧 会让我们有这种春夏感 就很适合我们去搭一些 极简风格的衣服 其实更容易凸显我们的 一个利落感 还有呢 一个精致度 穿上这个很轻松 可爱的Marnie 其实跟这个包包也是非常配的 所以说我为什么 我到了春夏是很喜欢浅色款包 就是它很容易去搭配我们一些 日常的 比如说有颜色的 或者说是素色的衣服 其实它都非常的好搭 像它后边的话 还有一个品牌 它们的一个标志设计 撞色的缝线 这个地方非常像一个衫子 也是呢呼应了它的品牌 山下有松的衫子 这个整个质感就是软软糯糯的 也非常的轻巧 而且颜色也很好看 有一点点像这种 那有色 非常的清和 现在无论是我们的穿搭 或者现在的季节 都是很好用 那同样如果我们是上班 然后呢 或者我们是去做一些其他的 需要一些正式场合的话 那这样的包包 它可以做一些搭配吗 现在我换了一身 比较优雅的衬戴 连衣裙呢 是克兰杰洛 是一个意大利品牌的 它的一个背部 然后还有它的一个连衣裙的下巴 还是很简简 然后也非常优雅的 鞋子我穿了这三代 我最近买了一双 非常漂亮的一个凉鞋 一样呢 我们现在还是 利用这个松茫的挂耳膏 我们在配合 比较优雅的穿搭的时候 不喜欢用这个长肩带 那把这个长肩带 变成一个短肩带 也是完全可以的 在这里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拆卸下来 拆卸下来之后 就会变成一个手提包 很方便 适用于我们任何的穿搭 和任何场合 松茫的这款包 真的是设计感和实用感都兼具了 非常有特点的就是 这两边它会有一个小口袋 我们平常放一个口红 或者耳机 都可以放在这里边 很精致优雅的穿搭 还有呢 就是很实用的包包 我们社会里面也经常会想 我们的好看和好用 究竟应该选哪个 我觉得答案是 其实两者都可以兼顾吧 好了 这是我今天的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 谢谢观看